粉色是這樣,然後跟我粉色的 好,那這件的話呢,一樣 這個是XML可以穿 因為這個,你看喔,它是扣子是可以打開 然後可以看一下這個手臂的地方,有沒有 都可以穿,L號也可以穿 然後再來就是它是做落肩的,然後有翻力 然後裡面一定要穿那個 欸?也不一定要穿小可愛,它可以扣很高 給你們看一下 不要露的話,你就這樣打開 那像我的話,我會穿小可愛,會把它打開一點 這樣,讓它有配色感覺 然後就前轉後長 然後特色是一樣有的腰帶給你 綁起來就是整件都 全部都超美的 我覺得今天真的蠻 這禮拜蠻多厲害,都是 超厲害的 然後它是做這樣子雙層的,有沒有 故意這樣子 雙層的,好屌喔 我覺得很有層次感,看起來很好看 然後也是雪綁的,而且我覺得夏天穿這樣 夏天真的有黃曬 真的 這個跟那個剛剛那個 穿褲子的 對 下擺有點像 但其實上面完全不一樣 這個是雪綁的 然後穿起來其實還蠻顯瘦的耶 就是落肩 然後這邊很遮度喔 腰帶綁起來就這樣子 然後穿個小短褲在裡面這樣 然後它的前面的那個開叉的感覺 超美的 超美的 這個其實有些人如果要配牛仔長褲 合身的那種衣很好看 然後這其實很適合就穿小白鞋 都可以穿 我覺得這款真的蠻鮮的耶 我覺得這件衣服還蠻有設計感的 真的 蠻時尚的一件衣服 走在路上看人家穿滑板 有喔 沒錯 時尚就是要配一雙滑板服 可以 會更時尚 會更時尚 然後借一下他的畫畫 Julie好 你還聽不懂嗎 超時尚 沒錯 欸 來一件 這件這個 我覺得 走在路上看人家很時尚耶 而且這個是連那種客人都還沒看到實體 然後來現場的表演版的 欸我想要拿這件 對而且我覺得他就是要多夾兩件的感覺好看 但一件有點太素 然後一定要脫這個 而且他的背面啊 是有這樣壓 有點造型的 你們看一下 進彈一下面 這是蠻 蠻好 料子比較好的學法 欸很質感喔 而且我覺得穿起來就是 蠻有那種 那種風格 一直顯得無阻啊 嗯 什麼風格 好你先換金色好不好 好 然後他又不是那種 很薄的 料子很差的那種學法料 對 因為我覺得學法面料也很重要喔 好的其實你自己 你看得知道 視覺上看得出 對 對 沒錯 那個質感是好的 更合法 對更合法 我這個垂墜感超好的 有沒有看到 但是好的學法的那個面料 你看他的這個整個 下白的這個設計 你看 有沒有很順 好順 對 就不會像如果比較 便宜一點的面料 他是會有點 皮皮的 我會皮 然後他的垂墜更好 對對對 好好看自己 然後他 換個尖鞋也很看一下 也很適合喔 我覺得尖鞋應該超搭 或者是那個 涼鞋你有買 你們有買的這個 如果這個 這樣條線的涼鞋都可以 而且我覺得這個 最長就是 搭小白鞋也很適合 我自己選 可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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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看喔 白鞋 好看 可以 這真的穿起來很好看 蠻厲害的 俐落 跟剛剛的那個褲子 我覺得是不一樣的 它完全是不一樣的風格 嗯 這顏色真的還蠻沒興趣的 他的興趣是有點帶 有點帶黃色的 黃色的感覺 有一點點啦 就是比較深的興趣 比較深一點的興趣 我覺得 好好看喔 好不好 好好看 這顏色講真的還不錯 我跟你們說 你們 多看他 你會發現他很耐看 他真的非常 非常耐看 我這樣看他 我就覺得 我就要他了 他真的超美 而且我覺得他也很適合穿平常修前期 然後去個場合 這真的是超美的場合 對 然後兩個色都很美喔 這個色比較小看他也不醜喔 因為他是 杏色 就有點兒黃兒黃 是很好看的色 這像食品色嗎 食品色更美 我也不會說 就是杏色 然後 比較深的杏色啦 帶一點點 黃色的感覺 對 就是 襯服 會我覺得 我覺得會襯服色 我自己的話會 滿喜歡的色性 然後我覺得粉色也好看 他有一點點黃色 沒有錯啦 有一點點帶黃色 對對對 他不是卡色性 就是有點帶黃 然後帶性 這樣子的色性 好不好 看一下你們想怎麼色 這好美喔 超美的 好好看喔 其實我覺得他 裡面如果你想要穿 我覺得穿短褲最適合下去 就是穿個短褲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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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短褲的話 可以買我們家這個 光網換一個 這個沒有耶 沒有 破破破也可以 好來 這一件編號是 惡靈 惡靈喔 粉色的 粉色的跟 性色的